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半夜三更打那种电话 问题的关键是李绍飞是一个重大案件的嫌疑人 我是这个案件的办案警察 而你 是我女朋友 好 我现在因为这个案子撤出来 不拍这个电视剧了 不和李绍飞有任何的关系 你会满意是吗 那下一次 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 是不是还需要我撤出来 难道因为你是一个刑警 就要永远由你来选择我的合作对象 是不是 你为什么一定要拍这个电视剧 我就是一定要拍这个电视剧 因为它对我意义很重要 你以前可从来没有问过我为什么 那我现在问你为什么 是为了挣钱 出名 你就那么急于出名吗 都不是 那到底为什么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因为还不是时候 那好吧 等你觉得到时候了 咱们再吃完这片饭 蒜雷 说吧 还有什么话要说 李绍飞因为什么被你调查 怀疑他 造化股市资金 我劝你不要听蒜雷 他太险饿了 这个我会考虑的 你刚才问严硕干嘛 严硕就是那个半夜 往电台打神秘电话的人 你怎么知道是他 在音箱店里我碰到过他一次 我对他的声音太熟悉了 你找他了 对 当时 范颖也在 他们好像早就认识 他们是认识 范颖刚给严硕办完贷款 我希望 这个东西在在你身上 谢谢我们带来好 小雷 小雷 你就真的相信 范颖和严硕是贷款的时候认识的吗 不信 我也不信 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早就把人变得很可怕 希望你我都不会变 我是不会变的 小雷 请你理解我 我不想说服你 但是晓晓 我觉得 我们开始分开一段的时候 也许我们之间并不了解 小雷 小雷 以后自己吃饭别凑合 她们认识 我认识 岷 小雷 中的海 一直等着 我的回忆 的你能够 让我心爱 小弟儿 蓝海是不是太小了 这么巧在这碰着你 上车吧 你不是两次去公司找我吗 是 何总 真是够巧的 我之前看过 我就想想想想想想想 是 还是 什么 我有 在那边 有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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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说是大青瓜把她藏起来了 我最后一次看她的时候 她情绪不太好 算起来老太太现在也八十出头了 会不会是因为身体的关系 住在哪个隐蔽的地方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已经布置了足够的人手在暗访医院 只要她住在医院里就不会找不到她 大田调查吴丽那事怎么样 今天下午她到吴丽原来工作过的公司 我看八成也没有什么收获 当年我像过筛子是那么过了一遍 也没过出什么来 你抓这个案子是对的 这个吴娟吴丽死不开口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 他们俩可是块硬骨头 看你能不能咬得动 咬得动咬不动也得咬啊 还有大田呢 大田这点时间表现不错啊 我这醒醒对里没差点 我希望是这样 形势不容乐观啊 你真是个慢性子我等了你十五分钟 那我等你的时候呢 四十多分钟我也没说什么呀 我就喜欢你慢性子 要不然我还不喜欢呢 又有新情况 吴丽这个人性格挺内向的 刚刚知道他被打我们都还挺吃惊 他也没得住过水啊 那有没有跟他交往过密的异性朋友 这个我都不知道 不过他有一个叫兰若的女朋友 跟他关系不错 刚刚从美国回来 这个兰若什么时候去了美国 得有四五年了 是在吴丽被打之前 你知道兰若在哪住吗 那你得去问吴丽啊 他们现在肯定有来往 兰若姓什么呀 他姓胡 好 谢谢你啊 耽误你时间了 别客气 也没帮上你们什么忙 当时那个案子调查那么长时间 也没调出什么结果 怎么现在又开始调查了 好 现在又有新的情况了 你 也还要用心去寻找 千古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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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麻煩您帮我呼一下2628 你跟我情报的水平比我还高 还行吧 我得惩罚一下你 否则你把我活给呛 干什么呀你了 怎么了 小雷户啊 喂 嗨 我哭了你一天 你总上回电话了 干了吗你啊 那要不然 要不然你这晚上再过来打一圈 不要 我告诉你这笑话你欠欠 我昨天刚听到我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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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儿我告诉你 你已经变得乐 怎么回事 找战线 那不是小雷吗 小雷 小雷 这儿呢 这儿呢 要不然 你自己去吧 你的战友来我去合适吗 有什么不合适的 那除非你觉得不合适 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么大岁数了 一天板着脸不苟言笑的 还还反不过来呢 你贫不贫啊 丁小雷还说你神秘呢 我看你把那点神秘都卖给他了 快 ok 你找谁啊 你好 你好 我是郭安局的 先找一下湖南若了解些情况 哟 她吃饭去了 哦 大于几点能回来啊 这可说不好 哦这样 我这件事啊特别急 您看能不能帮个忙 给她打一电话 问问她几点钟能回来 好吧 你等等 喂 胡太太 有位公安局的找你 问你什么时候回来 哦 哦 好好好 好 胡太太说她大概九点半回来 如果您有事的话 那个时候来吧 那好吧 谢谢你啊 来来来 坐坐坐 您也许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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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早来 来 来 你早来 早来 我 你早来 我早来 早来 你早来 你早来 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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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还好没什么急事 要么像你这抠机又没电 手机又没带的 好不容易给林队留下点好印象 全成了下酒的菜了 小蕾 双子是为你好 我知道 你们俩本来就是2比1 你还玩命向着她 小蕾 今天我跟吴军回去 给武力打针的时候 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对 怎么了 一进门 我就看见我那个远方的表妹 拉着武力 不让她拿脑袋往墙上撞 后来吴军关着门 和吴力又在房子里说了些什么 好像吴军哭着在求她什么 那声音简直都听不下去 后来我的表妹 又偷偷跟我说 你们关去有个姓田的警察去过 说是调查什么案子 大田 对 没错 吴力什么也没说 那她都问她什么了 我表妹没听见 吴力关着门不让她听 反正大田很失望的就走了 大田一走 吴力就开始闹了 这说明 吴力心里肯定有事 有事她干嘛不说 打她的凶手已经长着了 这正是她抱着血恨的好时候 后来又怎么了 真没有打成 而且我觉得吴军怕我看出点什么来 所以我待了一会就走了 这事得告诉林队 小雷 你说林队知道吴娟跟葛珍还好吗 这个 我也说跑 就是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们呢 您还真准时呢 太太刚回来请进 您是胡太太吧 我是官局的 我姓田 我想向您了解一些情况 真抱歉 让您等这么长时间 请坐吧 好 崔姐 起点茶来 听说您刚从美国回来 是 我呢 是属于没出信的那种 回来也一事无成 您真客气 胡太太 谢谢 我来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吴力的情况 吴力 他不是一直躺在床上起不来吗 是啊 难道你们一直没有来往吗 我还说呢 公安局找我能有什么事 你一说吴力 我就明白了 不过 自从吴力挨打后 他的性格变得很古怪 再也没有跟我来往过 这次回来 我也想去看看他 可打了一个电话 他的态度非常冷淡 我也不知道 去还是不去 人到了这份上 我也理解 听说你们过去一直很不错呀 你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异性朋友 异性朋友 在我去美国之前 我隐隐约约的感觉到 他好像跟一个比他大得多的男人 交往密切 没什么 我觉得 到这来得有好心情 要不然的话 体会不到那种 那种 什么呀 我天天都路过这 也没体会到什么 那种那种 要不人人都说你有福气呢 我是真不明白 凭什么你们老说我有福气 傻是福气 缺心眼那是福气的 对呀 你才缺心眼那是福气的 当然也不全是了 我是说 哎 现在 你跟肖骁 现在怎么样了 不知道 不知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夫 你不赶快抢救啊 说你呢 你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抢救啊 他已经牺牲了 你胡说 在救护车上就不行了 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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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起精心策劃的凶杀案 宇芬啊 这一段你们接了几个大案 我不说你的压力很大 但这个案子和以往的案子不一样 杀警察 这说明犯罪分子在向我们叫嚣 向我们挑战 对我们制法人员也是一个蔑视 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耳光啊 管警 这个耳光首先是打在我脸上 王宇芬在刑警队干了三十年了 我一定要和他较量较量 这耳光最后到底打在谁的脸上 我在这儿给大家立下军令状 一个月之内我要让这个案子水落石出 否则我下岗回家 也不知道 大田昨天晚上 给他儿子做没做扬州宠的 行了 你不认识我 这样我心里都好受于你 你好受什么呀 你不觉得这太轻易 你这样能挽回大田的生命 把我关在牢里边我的眼睛 别让我看见你脸 我好好破案去 别让我看见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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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来了 欢迎 张总 你现在是领导南海改革的潮流了 当之无愧的商业领袖 张总真会说话 你现在天天晚上是不是研究后辉学 哪里哪里 张总往里边请 欢迎 我看人都到齐了 你还是进去吧 我在外面等着 你真糊涂 王市长没来 这主编没到宴会怎么能开 可是 他不是去参加什么警察的一个追导会吗 那也得等啊 得等到他说不来了 再说 喂 哦 钟一说啊 你好你好 什么 哦 王市长还在听汇报啊 那请你转告王市长 好 赵姓公司今天召开成立大会的目的 就是要表达我们公司全体员工 不遗疑虑地支持市政建设的心愿 好 回见 王市长来不了 走吧 咱们进去吧 昨晚招商大厦的发案现场和上一次完全相同 门口的传达室保安被迷魂箱熏昏了 二楼一家公司的财务室被到现金三万元 作案手法和大青瓜的完全一样 现在我们初步怀疑犯罪分子不是一个人 除了大青瓜 应该还有一个人 你把呼吕的内容跟大家说出来 这是昨天晚上十点五十分 犯罪分子假借我的名义给大田打的窗户 我现在给大家念一下 大田 招商大厦又发案 我们已到请你速到发案现场 从现场和这条信息我们来分析 这个犯罪分子对我们内部非常了解 对我对大田 对招商大厦的案子了如指掌 可他们为什么呼的是大田而不是别人呢 这正是我们要查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杀大田 而不是为了道歉 更准确地说 他们的目的不在于杀某个人 而在于挑战 向公安局挑战 我感觉应该是我们现在办的乃琪案子 将要触动到这个幕后黑手的神经 所以他才下了这样的毒手 队长 我觉得应该从大田现在正办的案子上找线索 大田正在办的这个案子 是几年前的一个连换案 我和他查了不少失踪户里的材料 但这都不是关键 最主要是涉及到 几年前无力被暗杀未遂的案子 我总觉得这里边有文章 老柯说的非常对 从目前情况来看 这个案子应该是我们重点侦查的目标 也许这里面就有杀害大田的凶手 从现在开始 刑警队要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这个案子上 志春 你布置一下 市局党委已经决定成立专案组 由王局直接负责这个案子的侦破工作 咱们刑警队现在也分一下工 除了手头不能停的工作以外 大家要集中精力上这个案子 老柯 这个资料组由你来负责 凡是涉案的资料 你带一个人详细查找 要不 栓子跟着你 志春 不用了 我算了算 算上今天 我还有一百云二天就退休了 我来刑警队快四十年了 从来没有担刚破过大案 这一次 你就给我多压点担子吧 小雷和栓子 他们刚有点门 别让他们撤出来 我一个人行 再说 我也比你们早见大天 我得有点说的呀 我应该要是 这些人 我们去吧 我们来找出了 我一个人来找出了 至少 我们去找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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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去找出一个人 那我们去找出了 你说咱们应该放下自己这个案子 跟大家一块儿换案 那你说呢 我 我挺矛盾的 刚才在会上 队长布置完之后 我想说 但是犹豫了一下 就没说 可你说咱们这还不是两眼一摸黑呀 破案 破谁呀 忙半天全都白忙活 是啊 这样咱们的压力就更大了 没上大团那个案子 那就得在自己这个案子上 做出点成绩了 全队上下都忙着个底朝天似的 就咱们俩这儿 连谱都没有 我知道 你们恨不得播了杀警察那小子的评 可您说 我是不够倒霉的 楼盖起来没几天 量起大案 现在 还留下警察同事的鲜血 为什么量起案子都在你这儿发生 你想过没有 您说我能不想吗 可我想了半天 反正这楼算是白盖了 全班 全班走了 唉 你容我立立思路 我慢慢说 两个星期天 也就是这起案子发生的头一天 被偷走15万元那家公司 就是驻我们协设备的第一家公司 案子出来后 看我们的老头迟迟不干了 我们只好又招了几名保安 打广告 降低租金 总算又招了几家小公司 可是这也入不敷出 昨天这起案子发生的前一天 我们刚刚跟一家来南海投资的外企谈妥 他们准备驻我们两城写字楼 眼看着难关就要渡过去了 随想又出了这么一档 今天 您来之前 这楼全半空了 该来的又不来了 你们这个楼里每天晚上有几个保安值班 还没开张呢 哪顾得起那么多人 一共三个 白天两个晚上一个 这不 昨天晚上那个还在医院躺着呢 医药费又得一笔 我想来想去 肯定是我得罪的什么人 想接机报复我 那你好好想想 谁有可能这样报复你了 说实话 从昨晚到现在 连我跟你说话这功夫都算啥 我没有一时一刻不在想着的事 可是想不出来 你干嘛 吓我一跳 不做亏心事 你犯不上什么心惊肉跳的 你怎么回事啊 跟我说话怎么横着从嘴里蹦出来 那警察是怎么死的 那警察是怎么死的 这你就问错人了 你应该问林志春去啊 如果你愿意 我就不仅是问了 你威胁我 我如果想跟老是一说 你也行 我回来 我快不想看你 他走 你走 我不能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爱情不光是从怜悯里可以产生出来 它可以从很多感情里边延伸出来 比如说崇敬 顺从 了解 依赖 甚至仇恨 我那时候弄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可是自从我认识你以后 我越来越明白了 我越来越明白 像我这种男人需要的就是这种感情 我不需要顺从和重庆 也不需要依赖和了解 我需要就是你给我的这种感情 而你这种感情需要多少人的鲜血和眼泪 你算过吗 你为什么非要认为那个警察是我杀的呢 难道还要让我说清楚为什么吗 胡娟 别的你什么都别想 我只告诉你一句话 不是我 也不是因为你姐的事 到底因为什么我也在查 甚至我认为有人有意在害我 有意在害你 胡娟 你别以为我在蓝海风头最旺 你知道我背后有多少双眼睛 别以为没人敢暗算我 杀警察 那是吃了豹子胆了 你以为王雨芬临着春他们是吃醋的 你以为他们能咽下这口恶气 过不了多长时间 你就会知道你冤枉我了 队长 无力的情绪很能说明什么 我和栓子想去调查这件事 赵芹还可以帮助我们 小雷栓子 你们两个心情我可以理解 大田的仇一天不报 咱们刑警队就一天咬着这个案子不放 但是我现在不能答应你们 等我跟王局商量以后再说吧 大田已经牺牲了 咱们再也不能盲目的往前冲了 队长 那天晚上呼大田的那个人 是不是知道你干什么去了 那天晚上 我的一个战友从北京来 非要聚一聚 对了 对了 你们俩都记着 以后不论收到什么信息 一定要打电话核实 打给我或者打给指挥中心 大田就是在这上面被人暗算了 如果那边就不吭易炸 我一个人都担心 我一个人都不会 你不许多 再说 我买个人 啊 我吃 jeg Если这个 我都不许多 你送了 我拿来 你送了 你送了 我个人 还可以 拿来 绝不能贸然去侦查什么 他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犯罪分子的眼睛 喂 你好 赵总 贺总 赵总问你跟不跟 好 先等会儿 这样 小飞 小小 剧本先放我这儿 不过看完以后咱们再聊 你看我这儿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 那好 贺总您就多费心 肖肖 咱们就别打扰贺总了 贺总的大部队 说不定要实行战略转移了 贺总好像对你那剧本挺满意的嘛 你干嘛每次都是到股市来找他 他这人很有意思 户外炒股 已经到达路迷的程度 一般在这个时候 他心情都特别好 人真是有意思 兴起百怪 上哪儿去啊 车在这儿呢 小小 你想什么呢 你知道半夜打电话那人是谁吗 不知道 是严硕 严硕 你认识他 不认识 范影跟他可是很熟 你怎么知道 看见过他们在一起 你认识严说 我跟你说过 我一定要找到打电话的那个人 找到又怎么样 这个我还没想好 半夜是个非常可怕的女 你好像对可怕这个词很敏感 你对我也这么说过 意义不一样 你的可怕 在于你可以洞察人的内心 我在你面前好像无觅可保 尽管我一直在做着无谓的努力 而他的可怕 在于他可以制造阴谋 我可以制造阴谋 最后 我也是